艺术除了爆炸还能烧毁 积德的行动为何一反常态 今天我们来回顾 河南剧场版第19部 夜火的香日葵 大家好,我是群叔 这一部除了作案动机之外 其他部分其实还可以 故事一开始 美国纽约正在拍卖 一度以为被烧毁的梵高的香日葵 花瓶里的香日葵有7副 据传第二幅因战火烧毁于日本卢屋 结果去年在雅尔发现相同构图的一副 经鉴定确实出自于梵高之手 他的画布与其他同期作品的画布相同 以至于有专家认为 花瓶里的香日葵一共有8副 作家林摩自己的作品也是有先例的 接着我们发现 积德也伪装在现场 其拍价1万美金 举一次加10万 林木次郎吉乙 1亿2亿3亿美金直接拍下 顺便在记者会上 调白一切都在计划之内 林木财团打算在自己的雷克洛克美术馆 举行憧憬日本的香日葵展 届时会展出7幅花瓶里的香日葵 只要能拍下今天的这一幅 其他持有的美术馆和个人就愿意出借展览 为了确保运送或保管等问题 次郎吉还请了7位专家 俗称菊下七五市 负责画作历史和鉴定的光台夏美 负责修复保存及管理的东兴二 策展企划归子安德森 运送专家使令泰三 展场布置暗久没此 维安负责人是纽约市查理警部 第7位则是毛利小五郎 选他还未附带一位积德克星柯南 只有七幅画作吉奇才会举办展览 这是次郎吉长久以来的梦想 讲到这里 吉德突然现身 然后就开始逃离现场 他在玻璃窗前举起双手丢了一颗闪光弹 查理开枪打碎了玻璃 吉德趁机飞走 他什么也没带 紧接着 公腾新衣处长表示可以协助 这一看就是吉德到号 之后次郎吉他们做专机回日本 当时飞出去的吉德被确认为假人 飞机上 查理怀疑新衣是吉德假扮的 可惜的是他没有证据 毕竟两个人长得真的很像 另一边 毛利和中三警部他们 早已在雨田机场待命 原子打电话给小人说 心里也在飞机上 柯南一听就知道大号又被盗了 吉德此时已经来到仓库位置 固定向日葵化作的袋子 早已被别人解开 舱门随后被炸 引发飞行事故 吉德追着飞出舱外的向日葵 机长急忙通知塔台清理跑道 飞出去的向日葵被吉德成功救下 飞机也即将进行迫降 在机长的努力之下 飞机终于停下 柯南差一点点就被撞了 回过神来 他发现吉德并追了上去 小兰得知原子平安心仪不见 他立马又给心仪打电话 好在心仪有及时回了一句 在追吉德 虽然最后还是被吉德给跑了 但他并没有带走向日葵 而是放在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 经过鉴定 化作只是被勋赃了不用修复 极度恋爱向日葵的夏美女士松了一口气 目前是有几个疑点 吉德为何会对宝石以外的东西下手 拿到向日葵之后 又为何要返回机场放下 飞机失事差点量成大错 这也不像是吉德的一贯手法 另外因为拍到吉德的时候 欣妮恰好接了小兰电话 所以查理的疑虑被顺势解除 但这又变成欣妮真的去了纽约 晚上向日葵被运送到 次郎吉家的铁梨改金库 不过由于这一次的事件 其他个人和展馆不愿接触自己的向日葵 隔天克兰和孩子们去 损保日本新亚美术馆 他没有去参加次郎吉的会议 反而来看美术馆的向日葵 主要是想了解 吉德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或许还能预测出下一步行动 柯兰刚离开 毛利就收到吉德的预告信 今晚他即将接收 摇篮曲的左侧最初的临摹话 毛利让小兰去通知警方 次郎吉这边则在商讨 夏美提出的 加装一些专门对付吉德的防盗系统 查理依然对吉德抱以不友好的态度 会开一半 终森警部来电告知预告信 众人推测目标为 孙宝美术馆展出的第五福向日葵 也就是柯兰他们去看的那一幅 有一位老妇人一直坐在画的前面 光业他们简单看完后就离开了 看到小爱在注视着柯兰 老妇人表示 比起向日葵 小爱好像有更感兴趣的事物 他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老妇人每天都爱这里 但他喜欢的并不是这一幅向日葵 此时毛利他们来到现场 次郎吉邀请柯兰一起加入 柯兰向小爱交代不要告诉孩子们 老妇人则看出柯兰对小爱的信任 小爱的眼神也和70年前的他一样 完全符合向日葵的花语 我的眼中只有你 他还说光看不行动迟早会后悔 他自己就是这样的 在会客室里东兴二解释了 为什么预告性指的是这里 随后馆长接受提议提前闭馆 准备将第五符向日葵移到安全的地方 就在准备盖箱的时候 柯兰发现箱盖内侧有基德卡 画面倒回去我们会发现 一开始应该是没有的 本来箱盖的是夏美九妹子和龟子 基德卡所在的位置对应夏美 卡上写着我已经收到向日葵了 合理的怀疑是现场这幅为宴品 没有按照预定时间 这再次不符合基德的作风 夏美表示无法在现场鉴定真伪 他希望先把话转到他的工作室 那边可以立马鉴定 眼看馆长已经同意 伪装成暗保的基德给馆长塞了张卡 然后就现身倒走向日葵 他跑到屋顶利用多个假人脱离 查理有些郁闷自己没有枪 回到会客室 基德给馆长的卡片写着 两小时后东都广场饭店 1412号房间 你可以拿100亿来交换 基德全部换成旧钞叠在床上 钱对次行级不是问题 美术馆要接出向日葵展览 顺便帮忙说服另外五幅的持有者 馆长很快就答应了 他还提出了一个请求 希望可以招待一位 每天都会来美术馆 且止参观向日葵的老妇人 也去参加那个向日葵展 就是小爱遇到的那一位 其哀伤的眼神 蕴含着对过往的情愫 接着大家开始筹备 查理甚至不惜非法持有枪支 警方很快就布置了交易现场 不过外面突然来了很多记者媒体 消息是基德放出去的 看起来是想要制造混乱 查理这边帮柯兰打开监视器 他认可了柯兰的洞察力和行动力 最先发现问题的也确实是柯兰 馆长感受到了房间异常的热度 柯兰看到宝特瓶里的水位升高 这当然不是馆长朝里面吐口水 而是房间内的气压升高了 查理追着柯兰出去听他解释 如果不把房内的气压降低 那基德一定会如愿的 不过房间内侧压力已经将门堵住 约定的时间一到窗户就炸了 气压差导致床上的钞票飞出 房间门也终于可以打开 百亿出掌费的基德卢约登场 查理一枪没有打中 基德又是没带什么东西的走了 不仅如此 他确实归还了第五伏向日葵 基德的两度势力 增加了其他人对灵木材端的信心 七伏向日葵终于起居日本 憧憬日本的向日葵展也在筹备中 隔天电视上还介绍了 专门为这次画展而建的雷克洛克美术馆 那是灵木材端旗下的钟乳洞 改良建造而成 美术馆一共有八层 前面七层各展出一副向日葵 当来宾集中在第八层的时候 其他各层的向日葵将会一同集中到第八层 这样就可以完整欣赏七伏向日葵 另外保全系统也非常完善 一旦出现异常 向日葵会被收到特制的防火防水保护匠内 要是馆内遭窃 所有出入口都将封闭 向日葵也会被传送到特制金库 这个美术馆还能自行发电 一天只会招待100人为期一个月 大家现在就可以报名 博士非常幸运地抽中 不美他们则一个都没有中 好在次行级愿意免费招待他们进去 他十分看好吉德克星 原子还叮嘱了小兰和新衣的门票 离开前柯南学问的运输过程 次行级准备了多辆伪装车 只有查理知道真迹在哪里 柯南虽然放心但还是提了一句 这世上没有任何一条性命 应该被他人轻易夺去 柯南离开后 次行级收到吉德卡和一个物件 艾全弩帮急忙把物件叼走 那里面是一种可兰性液体零化氢 次行级想报警却被查理阻止 一旦报警 展览会延期甚至取消 晚上化作开始运输 次行级雇佣的保镖后腾善悟 潜入某个人的房间内 或且其电脑密码发现重要证据 画面还展示了松节油 之后时间来到展览的第一天 路上的安检还是比较严格的 比那个海味队要严格多了 展示环境与保全系统运作正常 吉德再次夹扮成新衣出现 那位老夫人则直奔第二服向日葵而去 他眼中含泪非常感动 后腾看到后竟然也悄悄落泪 曾与曾的过道不满的仿真向日葵 这个是下面的提案 里面还藏着许多监控摄像头 不过提案里并没有说到 这些向日葵会有味道 随后克兰在第二服向日葵前捡到吉德卡 他急忙告知毛利他们 卡上写着两个等式 非要和向日葵扯在一起的话 梵高曾画过15朵向日葵 然后他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 曾把15朵写成了14 还有一种说法 11加1人指的是耶稣12门徒 再加2人就是提奥和高庚 最后再加1人就是梵高自己 但这些又能代表什么呢 此时开馆还不到一个小时 次郎吉决定立馆抓吉德 为了防止展览第一天会出意外 他邀请的全是公司相关人员和园子的朋友 所以现在要求撤离也不会有太多骚动 骑武士们也各自行动起来 次郎吉是一副胸有成猪的样子 吉德能进来就代表身上没有道具 他也不会轻易放弃猎物 所以一定会继续留在馆内 讲这些的时候我们注意到 后腾的表情有些担心 而当次郎吉说到 自己现在有12位信赖的伙伴时 河南发现把12门徒写成11加1 应该是想指出叛徒犹大 也就是说他们之中有叛徒 为此终森再次查验了几位武士 期间查理没有发现吉德的行踪 他准备去机房和电力控制室查看 只有内部人员知晓 这两个地方监视比较松散 在电力控制室内 吉德早已拿到了内部通讯器 查理在这里发现吉德 后面进来的小黑刻意引发短路 辅助电源系统随后启动 欺负向日葵目前没有事情 终森此时也调查出了一些问题 姓二的双胞胎哥哥姓一 半年前死在了法国的眼儿 当时被当成自杀案件处理 姓二这时出来表示 哥哥是自己杀的 其实卢物的向日葵并没有被烧毁 当年的夜火焚烧了整个市区 姓二的祖父是个木匠 受雇于收藏卢物向日葵的企业家 他舍命救下了夜火中的向日葵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欣赏 庸人带着向日葵和小姐离开 为了避免画作被收走 庸人将其伪装成宴品转送到欧洲 姓二和姓一从父亲那里得知此事 父亲去世后他们坚持寻找 终于在去年找到了卢的向日葵 也就是次杨集拍下的这一幅 不过姓二和姓一此时发生了分歧 姓一认为向日葵应该留在 梵高生前喜欢的雅尔当地 否则他将当场销毁画作 争吵时姓一防身用的火枪走火 姓二失手导致哥哥中枪 姓一没有责怪弟弟 反而自己倒在向日葵花田中 并朝天空开了一枪 手指上的香烟反应被误认为自杀 之后姓一参与向日葵展 也是为了完成三代人的心愿 他早已决定画展结束后就去自首 但姓一并不是小黑 真正的小黑已经开始放火 大家急忙撤离现场 离开前柯南发现 第二和第五符向日葵 没有进入指定的避险城市 留下的姬德先救了第五符 第二符被卡住比较难搞 柯南出来后又折返回去 他一脚飞踢也没有救下第二符 好在小兰跟着柯南过来了 科技二人仿佛看到了救星 他们让小兰打爆墙壁 第二符向日葵终于进入避险城市 然而火势越来越大推路也没了 好在姬德让管家炸除水池灭火 后腾就是管家四井伪装的 被水流冲下时 小兰喝了几口水晕了过去 姬德趁机与柯南交流了一下 他有准备逃生计划 但带着小兰和柯南比较难办 姬德换装后就去观察地形 破案的事情交给柯南 另一边侧阳吉在金库看到六符向日葵 通讯器此时传来新衣的声音 他表示第二符向日葵没有事情 然后便指出无视中的叛徒是夏美 其目的是烧毁第二和第五符向日葵 一开始姬德捣乱拍卖现场 使得维安警戒升级不好下手 所以夏美才收买工作人员 在飞机舱门安装炸弹 可惜计划被姬德破坏 于是夏美将目标转向第五符 早已察觉的姬德给毛利记预预告函 警戒等级再一次提升 美术馆木香盖的姬德卡是夏美的将计就计 目的是将画作运到自己的工作室 结果又被姬德破坏了 提议在美术馆布置向日葵的夏美 趁机利用松节油作为导火线 证据就是他电脑里没有删除的作案计划 听到这里夏美也承认了 靠北怎么会忘记删除 他原本计划用零化青烧毁画作 所以给侧阳吉寄东西的也是他 目的自然是为了延弃或取消画展 而其动机竟然是 无法接受那两幅艳品与真品一起展出 但这两幅已被确认为是真品 只能说夏美的直练 比森谷第二更加强烈 解释完之后美术馆即将坍塌 坠落过程中 柯南将小兰甩给了吉德 吉德带着小兰成功飞出美术馆 柯南则在撤离通道 看到了被卡住的第二幅向日葵 此刻情况已经十分紧急 众人都在担心没有逃出的柯南 吉德也因担心而被查理发现 好在柯南最后利用足球 带着向日葵一起脱离险境 最后从查理和吉德的对话可以得知 老妇人便是当年的小姐 而所谓的庸人 是当时借宿在他们家的寺井 也就是吉德的管家 他希望老妇人可以再次欣赏 卢屋的向日葵 了解完之后查理不再追究 顺带提 吉德进入美术馆的门票 其实是拿了阿力博士的 好了 我是全书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